以太鲁阁族人口居多的秀林湘还有中部落 17号在和中部落活动中心 盛大举行文件站接牌仪式 秀林湘由原本12个文件站新增设2个站 111年总计有14个文件站为秀林湘族人服务 而未来部落长者的长期照护将更在地更全面化 欢迎先每年机局争取新增文件站 105年从今年度为止已经增加到111个文化健康站 战数成倍数增加 秀林湘在109年有12个文件站 今年暂时获得原民会两个新增的据点 17号秀林湘合中文化健康站也正式成立了 秀林湘的文明会表示 秀林湘公所也会协助文件站正设新的设备 一定要文件站这个声音一直跟我们原民会来要求 拜托还有当然一定也少不了我们花蓮县政府也民处 所以我们的处长还有我们的课长 在这里在做出审的时候都写得很好 都希望能够有 但是金费有限 所以花蓮县这次核定11个站 但是我们修林湘就已经有两个了 对不对 已经很多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中一个是核中 所以我们给自己掌声好不好 你看另外的就是周边设施都硬体的 你们就是起站之后 如果周边设施需要的 因为周边设施都需要经过公所这里 来评估之后 我们要报到县府 我们也要报到原民会 像这种比较简单的周边设施 包括我们的道路 这个都可以停 到时候我们会不及爱美客长这里 会告诉我们理事长 这边需要什么硬体的部分 像工程也可以 马路也可以 如果拿到银路 那个都可以用 那我们再来研议 到时候请建设科长一同会堪 再来帮大家 老人家走的路要平平 不能活动 打工程 就现在我们可以表示 文化健康餐成立之后 更能够提升量能 增加照顾轻度失能长者 针对轻度失能 身心障碍中度以下 独居长者提供类似加特的服务 简易居家服务 陪同外出或是就位服务等等 休想工程也特别会陪地 造福预言 加强专业以及文化能力 让部落长者长照照顾 获得更全面的保障 就在转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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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